來 來了 這麼半白眼 你小心 很好 很好吃 很好 檸檬 還有檸檬那種酸酸甜甜 還有那個豬 滿滿的 實在不大適合一口來 太大了 還是太勉強了 這個是需要小湯匙 可以用小湯匙 很像潤餅 好像在吃潤餅 對啊 怎麼那麼多 剛剛漂漂亮亮的 潤餅怎麼樣你知道嗎 怎麼樣 素食者也渴 什麼 你說寫在門口 對...都會寫 素食也渴 很煩 這樣慢慢要對 要慢慢品味 因為它也是屬於比較細緻的甜點 它中間有夾層 它餡好滿 對啊 餡醜滿 而且它都是現做的 這沒有辦法放 就是現場去拿 真的 這一定要現做 對 一定要現做 誰來吃 珍珠奶茶 你要不要吃吃看 柏絕茶 柏絕茶 柏絕茶一定會是醫生 要不要試吃 我想看醫生吃 我想看醫生吃 這個也不行 我想看醫生吃 醫生它有茶 一口 想看那個珍珠是澱粉做的 妳是在忌口嗎 現在 對啊 對啊 它給你這個衣服顏色好配 對 它都配得好 等一下要用西的嗎 要去買茶 用西的 可是那個是中式 她還以為這是奶茶 對白眼 姐妹一套當中 一定會有智商偏低的 而且它裡面的伯爵茶 它又把那個茶葉放進去 所以你還可以看到一些 茶葉的渣在上面 有時候就會這樣 吸半天 同桌還不好意思講說 這是中式 很香耶 或者有一些那種攪拌棒有沒有 有一些老闆那種土豪喝 還喝攪拌棒 怎麼吸不動 抓狂 夫人 你吃多壞了 攪拌棒啊 懂得好 如何 它的那個好濃郁 很濃 超級濃郁的 然後真的是有點 珍珠奶茶的味道 對 就是珍珠奶茶的味道 珍珠奶茶的味道 因為它很香 它把那個茶葉的葉子也放進去 多睡之後把它放進去 所以它的茶香也是會回甘 濃耶 珍珠很Q的感覺 珍珠很Q 所以它珍珠也都是這樣現做的 都是現做的 都是老闆自己做的 對 你剛剛說外面是伯爵茶 裡面白色的地方是有 奶油的 是蛋糕 這個下去不得了 這很肥 這真的很肥 這個下去應該是 都是奶油 對啊 我看這個下去 至少400大卡而已 這要炒多久 不要把數字講出來 這要炒多久 真的要炒多久 真的要炒多久 還好 等一下再炒 還好 不然就一口就好了 就是被鯊魚咬一口 你就炒多久 就少一公斤 躺滿久的 瘦了5公斤 不錯 好吃 等一下再慢慢 接下來還有一個 比較偏特殊的 現在就是因為 東區巷弄裡面有很多 就是競爭很激烈 對 關於甜點這一塊 現在競爭很激烈 因為女生也是 你看都是要拍照打卡 對啊 所以沒有辦法很容易滿足他們 一定要造型很特別 擺盤要做 擺盤很特別 然後看不出來 這個怎麼會是甜點 要這樣子做這樣 有這一種 現在都是這種 有這一種嗎 誰來推薦一個 又是我 這是妳的 好 我就是剛剛黑人哥 誤以為 以為是韋汝要介紹的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呢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這一家 其實很愛吃甜點的女生 一定都知道 在哪裡 因為它很有名的是 珍珠奶茶鬆餅 但是呢 今天要介紹的是舒芙蕾 你們有聽過舒芙蕾嗎 舒芙蕾 超好吃的 舒芙蕾 舒芙蕾 這個比較大 對 而且它是舒芙蕾鬆餅 而且它也是要現做 所以我也是請他們 來到現做 什麼是舒芙蕾鬆餅 我們有來現做的 對 它用蛋去打出來 它用蛋 它用奶油去打出來 它用蛋 它用奶油去打出來 對 因為它是鮮銅頭刹的皮 然後改來變成 然後它吃的它非常有層次 你可以吃的 好軟 是不是 它很軟 它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好軟 然後你要沾一點它的那個醬 它那個醬真的 是什麼醬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而且它的餅皮也有茶味 它這個也是茶味 我愛你